大家早安 欢迎参加《成为社区教会》的主日崇拜 无论你在现场还是网上 我也很欢迎你们和我们一起的敬拜 今天的报告很有家的感觉 令我想起一首国语的诗歌 歌名叫《我们成为一家人》 其实我的国语是一般的 所以 所以当我唱这首 《我们成为一座人》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听起来 好像我们成为一群人 这样吧 谢谢 这个发音的偏差 令我也有一些很好的提醒 希望透过参加教会的崇拜和活动 就像一家人那样拉近彼此间的关系 和和神的关系 所以今天第一个报告 就是519MSI 是什么来的 那就是 叮叮 《成为社区教会》将为一个全教会的活动 在5月19日 去MSI Museum of Sign and Industry 中文应该是科学工业博物馆 而这个是芝加哥政府赞助非牟利机构的活动 所以入场费 午餐 巴士接送 全部免费的 但其实也有其他的操作费用 所以教会都会收到每人5元的手续费 报名费 对不起 报名费 而12岁以下是不需要的 既然是全教会的活动 在5月19日的主日崇拜 就会是中英两堂的联合崇拜 但是早上10点开始崇拜 崇拜完之后 巴士就会在停车场等大家11点半出发 刚刚现在科学馆正在做《尖士邦007》的特别展览 其实平时去是要加钱的 但是今次的活动 北京园是包含的 所以是免费参观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明天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因为名额有限 我们会将优先权留给UV的会友 以及经常参加成为教会聚会 报名的方法就是 明天将会一条网上报名的年纪 放在全教会的三大社交群组 按进去就可以填寫简单的资料 递交报名表 如果你不熟悉网上的报名 欢迎与各教目同工联络 他们一定很乐意帮你报名 而五元的报名费 你可以在下星期开始 在《崇拜之后》的cafe那里调交 刚刚讲完 刚刚讲的是全教会的户外活动 平时教会一年到晚都设有 适合不同人生阶段的团契活动 以及圣经学习 借着这些活动 我们可以得以灵命得到造就 以及关系得以成长 特别有个温馨的提示 就是每个活动之后 请大家帮忙执拾清理场地 将桌椅和工具都放在原位 更重要的是 如果当日的现场有任何的聚餐 请你离开之前 看一看垃圾桶 如果有食物的残余 请你一定要包装好垃圾袋 希望大家同心合力维持这个家的整结 今天就是2024年第一次的家事大会 1点钟就会在礼堂这里举行 让大家踊跃出席 关心教会的家事 大家可以在主日崇拜完日之后 吃个午餐 然后回来参加家事大会 时间就是刚刚好 就是一个很丰盛的祖上 讲到家事大会 值得我们问一下自己 神何时带领我们来成为这个家呢 我们在这里得了一个怎样的祝福和成长呢 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答案都未必一样 但愿我们都一样感激神的祝福和带领 让我们在主内一家继续忠心同心 真诚以金钱奉献建立天国的事工 你们可以在现场使用奉献封 也可以在网上奉献 并主义立我们金心乐意的奉献 中文诵拜完之后 11点半礼堂这里就会有英文诵的崇拜 今天我们有Mark Sir为我们分享信息 有请Mark Sir